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跟大家說最新最新的 這個真是仙女警察 仙氣女警 說她漂亮得不得了 很多人找她去集郵 被人起底了 做什麼的呢?叫什麼名字呢?住哪裡呢? 那些當然不能告訴大家 但是她什麼出身都可以說 為什麼女警會這樣呢?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說很多警察的事情 陳山聰現在做了PTU 她說是拍戲 有人用一句說話引起陳山聰出來回應 陳山聰很好戲 我喜歡看她 很喜歡看陳山聰 另外如果有時間跟大家說一下港產片 我覺得金手指也很好看 因為她夠金碧輝煌的東西 挺好看的 我覺得有一套港產片更好看 爆裂點 難怪是警飛片 在希希看也不敢看 我就覺得這套東西充滿暴力的美學 不過不知道你在香港下話了沒有 吉隆坡也是一天有一場 我真的很想看那套電影 我昨天拍照片看 我去了戲院 吉隆坡那些被騙了 那些不准的 那些網上的資訊 請大家給我按讚支持我們廣播 先說一下這個內景 內景 你是甚麼人 這麼多人找她拍照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這個警察 真的很漂亮 超級香港美女警察 小洪書內地群組 本地網上地區群組都瘋傳 香港超美女警 出來執勤 不斷找她拍照 究竟這個人是甚麼人 有些人拍了影片 就說她很有仙氣 姐姐你很漂亮啊 她究竟在做甚麼 她每次出動每次出現 都被人說她很漂亮 人們又給了心心眼 原來她本身是一個model 限時擔任附警 在這些大時大節 警察要出來維持秩序的時候 就會找到警花出來 不知道警花的兒子 不是警察呢 通常都是 警察是甚麼的 英明神武 就算不是 都應該有警察 這麼漂亮 搞到她剛剛在元旦爆紅 她之前的影片都全部被燃紅 翻熱 穿軍裝 制服誘惑 你明白嗎 我見過最漂亮的女警 一個就是她 其實她是最漂亮的 你再說 再說要說到有誰 不過免得說 待會別人說 你不是這樣 然後誰的女警很漂亮 容祖兒 容祖兒有扮過警察 神經合縫 尊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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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點像Cora的 尼泊爾 尼泊爾 真的有點印度的樣子 南亞烈裔 溝華人的樣子 白摩羅的樣子 說她甚麼髮型都好看 真是美女 真是美女 去到哪裡都多人去看她 帥哥也一樣 其實帥哥說陳山聰 鬧屎拍劇做PTU 會不會打人的 擦掉她 很髒 是不是這樣的劇情 現在不敢這樣拍 你真是開玩笑 現在不會拍這些 好了 說到陳山聰、張震朗、袁偉豪、姚子玲 拍新劇《反黑英雄》 你拍甚麼英雄我一定會光顧 袁偉豪之前是城寨英雄 陳山聰之前是鐵拳英雄 姚子玲也好像有份拍 鐵拳英雄 好像是 拍到如火如荼 演員完成深圳的氣氛 下來香港繼續做事 做藍帽子 陳山聰真是挺帥的 行啊 其實我不是給她的樣子吸引 我是給她的演技吸引 我根本 以前覺得她入豪門 想嫁入何家的時候 她都看不順眼 後來她的戲她做得好 她是實力感動到我 陳山聰 她很好看 她穿軍裝 橙青頭 橙青頭 好像很man 今次飾演PTU 陳山聰 在街上巡邏 在旺角 內地遊客見到 馬上跟她拍照 拍完照後 很帥氣 穿著警察衣服 難掩耐心的興奮 看到陳山聰 發貼記錄 說TVB拍劇 第一次見 陳山聰很棒 超能試者 很man 看她的鋼鐵人 很棒 演技好 人超帥 就是拍攝中 不能合照 有點遺憾 拍到她的照片 在網上說她很好 然後陳山聰就說 過獎了 出來回應粉絲 太過獎了 你真的受得起 受得起 你在TVB數五個人 最好戲 陳山聰 沒有第一也第二 是的 就是 我想不到誰 例子要長 然後 陳山聰是肯定演戲 是的 他是會 變成很多不同的人 出來的演戲 我覺得陳山聰很好看 是的 但是有些角色 上次《新聞女王》 他都很用心 演的 演得很有趣 是很有趣 但是造型有些搞笑 事實上 對不對 今天多時間 可以多說一些港產片 兩部我都看完 都是英王電影 先說金手指 我上網看到劉德華保持水準 梁朝偉就很棒 劉德華保持水準 劉德華的演技 是一般的 我講的很簡單 其實我講的很簡單 大家如果看過劉德華演戲 或者看金手指 就明白 我不會講劇情 我講他的動作 是沒有導演去撿他 其實你導演不撿劉德華 這是侮辱自己的專業 我認為是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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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部動作 走路的擺手 是很大的動作 他跟姜浩文在英國那場 在監獄裡 你張鄧妮的鐵閘 其實只有兩步 手要不要這樣扔 走過去那時候 為什麼劉德華演戲 這麼生活化 這麼劉德華自己 他太多固有的框框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劉德華 還有他那些 看人 或者是那些節奏 一下子很快 然後就慢 一快 然後就慢 我裝給阿希看 就是這樣 我當然知道 他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他從來都沒有變 他習慣了 他是習慣了 還是導演是喜歡拿他的剔 但他以前拍攝 陸鼎記和梁朝偉 那時候不是這樣 每個人都說劉德華演戲是好的 但是演得越來越是那個 其實這部戲 劉德華 我反而覺得他演到老的時候 演到老的時候 就比較好看一點 是啊 就像是演戲 但是之前那些都是 尤其是跟他太太煲湯那場戲 阿希希看得很出戲 出了戲 其實演員沒問題 感覺是 劉德華是我的老公 他什麼都答應你了 那種感覺 對了 劉德華說不批評 但是說了梁朝偉 梁朝偉的演技 就真的 勞火純青 樣子又 保持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現在很多電腦特技 是把他們的樣子 批評年輕了 看水行俠 我說完水行俠 水行俠 水行俠 梁家傑 也是 梁家傑 哪有這麼年輕的樣子 神經病 你擺明是AI了 很多時候 其實他們在水底 有很多電影 是動畫 也不是真人 梁朝偉 其實有些位置 是撿過他 他的臉 哪有這麼滑 剛開始說他來的時候 還有一些鏡頭 是很帥 很帥 不是什麼 你想想上戲 拍上戲 那套十環邦 梁朝偉 是什麼的 因為他叫做父親 他那時候的皮膚 是老過金手指 但是金手指應該大過那時候 不是裝化出來的 現在很多我想有些微調 用AI 但不是的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 蔡卓妍這個角色 他的造型很有趣 他的球很大 那就多加粒 如果他沒有粒 和沒了對球 他是很難演過這個角色 阿薩是沒有什麼性感的魅力 就是像嬰兒子的樣子 還有阿薩 我也覺得是AI的一點點 你看他剛剛去建功的時候 八千塊 八舊隊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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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小 阿薩的樣子有沒有那麼小 他又很厲害 我想 一來就能保持 二來 會不會是AI座呢 但是一件事 梁朝偉做得真的好過劉德華很多 梁朝偉和阿薩 有嘴氣 有疼 我以前很喜歡看劉德華 再說一次我愛你 劉德華和阿薩 吃到嘴都掉了 他那時候 你不會覺得難看的 你會覺得劉德華很有魅力 劉德華 很棒 但劉德華已經配不了阿薩 可以做婦女 但是梁朝偉和阿薩 雖然是稀稀說我不同意 但我覺得是ok的 梁朝偉的性感那種魅力 拍的嘴戲是有的 還有今年新的觀眾 就是阿希那些 阿希說 梁朝偉經常演奸奸的角色 他說他現在是這樣而已 好像色界一樣綁著湯圍來砌 他說他做實環邦做黑社會 現在做金融大樂 他說他以前不是這樣的 做奸人有挑戰性 他雙城那部電影和金城武都是做黑警 梁朝偉做奸人 如果不是梁朝偉做 你這套金手指你不會覺得 他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去到最後那種心狠手辣 因為他的樣子是可愛的 他比梁朝偉還可愛 其實我覺得最好看 不是金手指 最好看是爆裂點 爆裂點 張家輝和陳偉廷那一套 阿希那是甚麼戲 他又是警匪片 我說是又是警匪片 因為他覺得這套戲很恐怖 血肉模糊 說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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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車撞了兩絕 多厲害 然後有些劇情是不會發生在荷里活的 他爸爸拿一支一紙批插穿女兒的肚子 這套戲是三級的 但是真的好看 陳偉廷也演得挺好的 我喜歡看陳偉廷演的那些蠍絲底里 他比他那時候扎跡 他扎跡的時候也有蠍絲底里 但是他現在演得是… 有一幕爆裂點 有看的你會看 沒看過你… 我講了劇情你也可以進去看 他是喜出望外的 他被人弄了一隻白 吸毒之後 逼他吸毒 即是側他吸毒 他喪了他 是吐著綠色水 好像喪屍被人斬了一隻手 然後拉著槍殺人 哇 那裡… 我就說警匪片 我看西片 我都沒見過這樣的畫面 那一場我當喪屍看 那位置好看 而且他那些畫面很震撼 即是說張家輝的兒子 燒死了一隻招屍般跪在這裡 張家輝看著兒子 在鑑生燒死的那種哭 說那種情緒的崩潰 很好看 我很喜歡看張家輝 希希問為什麼 我說他演戲很入 很入 他簡直進入了世界 他帶你進入那個世界 很難的 張家輝的眼睛很小 他人都很小 他不英俊 但是他的情緒 他令你進入了那個世界 簡直是… 他帶你在夢裡走一場 張家輝很好看 而且他很有型 我看過他真人 我知道他是小小的 他上鏡頭 他短頭髮像警察 他真的 當然有些人說 他以前是小小的 他以前真的是警察 他當然像警察 關什麼事 你看現在有些警察真的不像警察 他有幾場有個四眼仔走過來 那些真的像警察 有點像打西拳一樣 譚俊賢也要稱讚 他的演技都好很多 好很多 譚俊賢我知道他一早知道 因為他第一部電影拍少年阿虎 我對了他五天 那時候我做的師兄弟 他已經是男二 那時候不懂得演戲 在TVB也不太好 新聞女王開始欣賞他 現在這一部都不錯 但是譚俊賢的樣子不像奸人 不夠邪 不夠邪 他的樣子真的可以做少年包青天 他以前做過少年包青天 他的樣子是正氣 他跟他父親為傳的正氣大俠的感覺給他 但是有些劇情 是太過 輕描淡寫 周秀拿無端端要統治自己的兒子 你根本上是不合邏輯的 但是用一句對白 就可以扭轉了整件事 他們這一套爆裂點是爽片來的 你喜歡看暴力 去到極致 這套是正的 正的極致 其實之前有一套 另外也是暴力的美學 那個叫志齒 如果他可以是彩色 我想更好看 多點血 多點爆裂的場面 勁抽 有些 我也說港產片看了幾十年 看了幾十年 你沒有一件事可以再刺激到香港的觀眾 這一套的導演林超然 他全部警察 被人燒死 陳偉廷喪屍地死 張家輝的兒子被人燒死 總之在香港沒得看 入場看的爆裂點 真的不要浪費 這是一個好電影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